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咱们翻牌的时间了 咱们来看看最近大家在节目里都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网友平均律问了一个问题 说老师好 最近看到一种新颖的史观 我觉得不无道理 认为我国正统的史书可以反过来看 正史称颂的盛世 其实都是僵化封闭的时代 大一统牢固确立 统治者蛮憨自大 臣民苟且过活 而正史不喜的乱世 往往是很有活力的时代 民族交流 中西交流 科技进步 思想自由 而这是因战乱的死人 比起改朝换代和所谓农民起义战争来说 其实并不多 不知您怎么看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 我觉得这又是网上那种民科 毫无历史功底的一知半解的 基本可以说是胡说八道 其实这种东西压根不值得一搏 咱就随便拿出一个例子来 就能给它这个搏倒 你比如说三国两级南北朝 这是这个中国历史上可以讲是最大的一次乱世 还有呢就是唐末 五代十国 从唐末到五代十国 那么请问这个三国两级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 比起这个隋唐 这个明 清 这种大一统 比起这个什么文锦之治 比起开元之治 比起这个 就是康乾盛世 比起这个什么 这些东西来 它哪能体现出它思想自由 它哪能体现出它民族 能体现点民族交流 它哪能体现它什么各种科技进步 什么各种活跃 我反正这个 因为我可能我历史知识掌握的比较少 比较浅薄 我一点都看不出来 而且我也不认为它 你像这三国两级南北朝时期和这个 就每次大乱结束之后的人口都是急剧下降 都是要经过大一统王朝的缓慢恢复 人口才能上升 这种东西 这个始不绝书 这就不用我再展开了讲了 所以我完全不同意它这个观点 就现在这些所谓的民科看历史 就是抛出一些个似是而非的观点 去这个博取人家眼球 就他们攫取史料也很偏颇 随便拿一个例子出来 就一叶张目不见森林 就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根本就不值得一博这种观点 好 这个网友小哥哥神秘 问了一个问题 说元老师您好 我是一名河南人 祖上从明朝朱元璋就迁居于此 距今四百多年了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听老师讲过 河南人的总体特性里带有一些墙头草 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倒的特征 他解释说是因为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力 如果北方民族打胜了 当地百姓会说他们好 南方打胜了又会说他们好 所以经过漫长的时间 性格里就会带有一些这样的特征 我对此觉得也不无道理 但是存在一些疑惑的就是中原必争之力 真的会因为当地百姓的性格改变吗 还有就是古代打仗哪交战最多 真的是中原吗 感谢袁老师赐教 谢谢 你这个老师够敢说的 现在的老师我估计不敢这个说 被人说是地狱黑地图炮 这玩意 但是你都承认了 那我就借着你这句话 往下说两句 这个确实古代打仗 可能最多的就是中原四战之地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若问古今兴沸事 请君只看洛阳城 是吧 你九朝故都来去匆匆 那就说明那战乱多 他才会这样 除此之外 大概就是关中地区 长安附近十三朝故都 这些地打仗就比较多 你像相反 你像四川号称天府之国 战乱相对来讲 比这些地方就少一点 是吧 岭南可能就更少了 是吧 就是黄河流域 因为是文明中心 尤其是这个中原地区 属于黄河中下游 是吧 这个商周 什么秦汉 唐 随唐都定督于此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战乱多 是必然的 而且呢 因为他是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这个地方很少能够出现一个强大的 这个控制周边的这么一个政权 是吧 你比如咱举一个例子 就是先秦时候 我们看 这个春秋五霸 如果真正的春秋五霸 这个齐桓公 晋文公 是吧 然后这个楚庄王 吴王河驴 岳王勾建 是吧 齐 这个楚 秦 吴越 没有一个是在中原 原来的小霸 郑国也好 宋国也好 都是一起来 马上就衰落 所以你这个 就刚才你说的 那个 就觉得这个中原人有那种性格 哪边风大 哪边倒 就到了什么程度呢 这个 楚国去进攻郑国 是吧 郑国就典型是中原地区嘛 新政这个 楚国进攻郑国 然后呢 郑国向晋国请求援兵 晋国派来援兵了 但是呢 晋国的援兵啊 这个来的速度 他需要一定的时间嘛 才能去援助这个这个郑国 而楚军已经逼近郑国的都城 所以郑国一看 没等晋国援兵来 我就亡国了 怎么办呢 就归降了楚国 不但归降了楚国 反而反个一击 去打晋国的援兵 给晋国人气坏了 对吧 你向我求援 我来救你 结果好不厉害 你跟楚国连带打我 你说你什么玩意儿啊 对吧 所以他就是这个 我得活下去嘛 我得活下去 就哪头的这个这个 就怎么说 两害相较取其轻 两利相较取其重 他只能这样 所以我觉得可能造就 他这种性格是有关系的 不是说光今天河南 他历史上中原之地 他这人就遭落的冰灌太多了 我得活下去 我得有我的生存之道嘛 就这个意思 我这不带地图炮和地狱骑士 你如果有扣子你们大学老师的帽子呢 网友武博深问了一个问题 请问袁老师 古代的敌长子继承是怎么安排的 如果君主废皇后立新后 是不是敌长子也跟着变 如果敌长子死亡 是不是敌次子补位 还是说各子机会均等 立谁凭老爹喜好 其实甭管他怎么着 都是凭老爹喜好 道理上讲 有敌立敌 无敌立长 如果这个有敌子的话 那就立敌子 没有敌子的话就立长子 但是你看这个明清两朝 基本上就没有敌子继位的 皇后生的孩子继位就没有 你看那个乾隆皇帝 那么宠这个傅察氏 然后傅察氏生的儿子 被立为这个太子 结果几岁就夭折了 然后康熙皇帝那么宠 那么宠的贺舍李氏 所以贺舍李氏生的就是印人 被立为太子 结果两度被废 就很少有皇后生的孩子 去当这个皇帝的 但是你说无敌就一定立长吗 也不是啊 也不是啊 这个不是长子继位的皇帝 也有很多啊 明清两朝就有很多 所以呢 实际上真的是看这个老爹的喜好 但是如果从道理上讲 确实是你说的这个啊 如果这个君主立了 废了心后啊 废了旧后立心后 那肯定嫡长子会坏 那肯定嫡子得坏 我都不喜欢你妈 我能待见你吗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是规规矩矩的 你要懂事 你就赶紧把自己的这个位子让出去 那你避免杀身之祸 否则你跟你妈大祸临头 这个这个都保不住啊 都保不住啊 你像那个汉武帝废了 汉光武帝废了这个郭皇后 改立殷皇后啊 这个皇子不就换成刘庄了吗 这名帝就变成刘庄了 这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嫡长子死了的话 应该是在嫡子里边补位 所以你看唐太宗废了太子李承前 然后下边就是魏王李太 这个这个这个 什么这个最后晋王李治 吴王李克因为不是长 不是嫡子 他就没有这个继位的这个资格 那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好 网友这个American WALLACE问了一个问题 那袁老师你好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求赐教 记得您之前的这个节目里啊 讲过沙俄把阿拉斯加 卖给美国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担心 英国通过阿拉斯加 从东面进攻 那么为什么美苏冷战的时候 阿拉斯加和白令海峡 另一端的远东地区 没有出现类似古巴导弹危机的事件 似乎美苏双方都没有利用这个领土相距最近的区域给对方造成防御上的压力 两个时期的时空背景有哪些不同 白令海峡这个阿拉斯 从地图上看是美俄领土交界 但是实际上不论哪一头都不好部署军队 因为东西两侧都缺乏党口铁路来运输 都是两国最不发达的地区 就是这个疆域的极限之地 所以美苏之间的明争暗斗都跟这块就是无缘 最多就是部署雷达炸这种监测单位防范对方空中来袭 具体在北方的争夺势力更多是发生在北极地区 而不是白令海峡附近 但是跟它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的 沙鹅那种担心也就是瞎担心咱们家 好 这个 H日天 H日天借会员宝地求袁瑟尔翻牌 看到有人把现代汉语中 对自己的妻子爱人的称呼太太的词源 追溯于周朝武王激发的母亲 祖母和曾祖母 这三位的这个名字上 既这个太四太任太疆 所以取了太太太 简称太太 个人觉得呢 这个说法非常离谱 更愿意相信太太是明朝以来才出现的称谓 这个原色是否可以正本清源一下 看到有人拿这种不经考究的无缘说法来卖弄学识 实在是看不下去 当然了 这个太太起源于周朝这个说法纯粹就是扯淡 但是呢 太太这种称呼啊 在明朝以前就有了 这个最早找到的有关的记载呢 是汉朝 哀帝呢 称自己的祖母父侍 为帝太太后 后来呢 又尊为皇太太后 这算是太太呢 这两个字的起源 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这个太太这个词呢 是专指年长 而且社会地位崇高的富人 明朝就这么一种说法 凡世大夫妻 年来三十几乎太太 你得过这个三十岁 还得是什么呢 那就是老公当官的政妻 那就是老公当官的政妻 三点是缺一不可的 才能叫太太 真的这个称呼被推广开来 那是民国以后的事了啊 这个网友朋友RUTUBE2006问了一个问题 求联高是翻牌 请问中国古代有朝廷判案 靠当事人决斗的结果来断案的吗 请赐教 至少我没听说过 而且咱们中国是绝对不鼓励这种私斗的 你包括这个民间为了争水源 什么这个泄斗 官府都是出动军队要弹压的 绝不能允许你私斗 跟西方那种这个源于歧视精神的这种决斗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可能是因为看这个电影 是不是最后的决斗 有这么一个电影是吧 就是讲那个法国歧视之间那种 他说他侮辱了他媳妇 咱俩人决斗 法王看热门 咱俩人决斗 你可能是看的这个电影 所以你问啊 中国有没有这种事 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好 这个网友朋友BRUCE里问了一个问题 说元老师您好 中国古代在什么情况之下 可以更改户籍啊 当官得去另一个地方调刃 那普通民众或者这个经商的人呢 比如一个商人有钱可以随意去京城开店吗 中国古代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更改户籍 除非改逃换蛋 那咱们说呢 古代有一种处理 叫做打回原籍 其实呢就是剥夺你在外的资格 滚回老家去 古代跨区移动啊 无非就是这么几样 经商从政科举宗教 这几样都要有专门的观评录影 你拿着录影过关进城 至于开店问题 更是胡扯的 古代怎么可能说 你有钱就能随便开店的 都得有官府的许可 所以咱们讲说 中国古代的红顶商人 其实但凡古代经商的 都得有官府的凭据许可才行 所以绝对不可能是更改户籍的 会员朋友OBS12V12GoQ 问了一个问题 袁老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成语五体投地 是古代哪个典故 五体呢 指的是哪 五体 五体指的是这个头 然后双手 双膝 这样跪在地上 你看今天藏传佛教 磕那个大头 他也是讲究五体投地 也就是这样 头跪在地上 两手往前一伸 然后膝盖什么 双脚都跪在地上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 《循迹慢聊》这个节目里 专门讲了 要古代的跪拜礼 是怎么回事 你把那集找出来 再听一下就明白了 好 这个会员朋友光问了一个问题 袁老师您好 最近重温二月何老师 落霞三部曲 改变了雍正王朝 感觉雍正是一个干地 让袁老师排历史上最勤正的三位皇帝的话会怎么排 我根本不会排这个 因为没有意义 因为没有意义 这个他不同的朝代之间没有这个对比的必要 你比如秦始皇每天看一百七十斤奏章 然后呢 他因为那会儿那奏章都是竹简写的 他要翻 翻这个竹简可能很沉 到最后呢 他这个累的累到什么程度呢 他那个手翻不动了 翻不动这个奏章了 怎么办呢 就拿一个吊袋 拿一个吊袋 吊在脖子上 吊着自己的手 然后让太监扶着他的手去翻奏章 他干这种事 然后家里呢 就是他那个宫里搁一个称 称这个奏章 每天我看重 看够了这个 我才能休息 看不够我就不休息 你说他是不是秦政的皇帝 然后朱元璋 这个一天要处理三百多件公墓 你说他秦政不秦政 秦政不秦政 然后雍正皇帝是在位十三年 留下了一千七百万字的亲笔文字 但是你说这三者能对比吗 那你说唐太宗呢 你说这个康熙皇帝 没有必要这么排 这个很无聊的 没有必要这么排 什么四大八大十大 几个罪 没有啊 这没有必要这么排 咱就只能说有一些皇帝是很秦政的 比如谁谁谁谁谁 你把它列出来 什么事迹列出来就完了 他没法这么比 没法这么比 那你说现在的这个国家领导人 可能一天他干的事比那会的事还多 还多 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处理公务的这个方法什么的进步了 他用不着那么看了 最起码你说你说秦始皇一天看一百七十斤 奏章把字累的胳膊都断了 跟他让人扶着他的手 翻奏章但是有可能他处理的公务没有雍正的多 也没有朱元璋的多 因为最起码看纸本的肯定比看竹木剪的 那信息量要大 他没有他处理的多 但是你能说他不秦政吗 所以这就没意义了吧 没法那么比 好 那最近大家的评论呢 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